公正党颁登国会议员拉菲兹上诉无效 必须面对坐牢判决 随时失去国会议员资格 拉菲兹去年在国会走廊公开 伊马发展公司机查报告 抵触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 因而被判入狱18个月 拉菲兹随后入禀高庭挑战判决 但高庭法官星期三驳回上诉 但允许拉菲兹要求暂缓执行判罚 需要指出的是联邦宪法缠名 一名国会议员一旦被判监禁超过一年 将丧失议员资格 拉菲兹不但可能失去议员资格 甚至有可能无法参加来届全国大选的风险